乌克兰持续公布 使用美军支援的M777流炮弹 将俄军坦克与车辆炸成火球的画面 俄军虽然在乌东有缓慢进展 但军队人员也损失惨重 有些战斗营甚至只剩下10到15个人 乌克兰军队截获两名俄军士兵的电话通讯 互相抱怨战场惨况 其中一人表示自己所属的营队 只剩下不到20人 让前线士兵十分绝望 而美国可能会再提供乌克兰 更多海马斯火箭系统 让乌军在东部战线再度看到希望 CNN记者到基辅郊区报导当地的扫雷情况 外媒报导俄军的散兵 因为在战场上大量死伤 普京已经解任原本的空降部队指挥官 改派曾经在乌克兰屠杀百姓的布查图夫接任 而俄军也再传出第47装甲师少校在乌克兰阵亡 还有苏凯25战斗机遭到击落 飞行员则被乌军俘虏 另外有到乌克兰参战的退役美军遭俄军俘虏 专家表示要营救这些美籍志愿军难度相当高 而乌克兰一名著名的社会运动人士在战场上丧命 18号基辅市长也亲自出席他的葬礼 TVB的新闻与司令综合报导 在俄罗斯举行的圣彼得保国际经济论坛上 哈萨克总统直接点名不承认台湾在内 以及两个亲俄共和国的独立 他形容放任民族自觉会导致混乱 但这番言论等于直接打脸普清 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乱象频频还不止这些 乌克兰是全球第四大粮食出口国 现在受到战争影响 许多农民收成无法运出口 只能眼睁睁看着放在仓库里的粮食烂掉 更有许多国家面临饥荒 各地慢慢上演乌克兰疲劳症 虽然英国首相强声说会继续力挺 但英国国内也出现收留乌克兰难民的家庭 本来该发补助金却迟迟没有下文 战争引发的乱象还延烧到体育界 即将在八月底登场的美网公开赛 主办单位不跟随先前温网的决议 将允许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球员 以代表中立国的身份参加 但这项决定却让乌克兰网球女将斯维托利娜相当不满 希望能采取更严格的限制 不该给俄罗斯选手上场机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